小胖 你說 你遇過老爸老媽去旅行 吵起來嗎 對啊 怎麼樣 因為媽媽想看 想走 那老人 爸爸不想走 台灣人就是那種大男人主義 應該沒要聽我們 結果你就發現現在 台灣沒要聽我們 對 都聽男人嘛 以前都爸爸那種時代 八十多歲的人 大部分都這樣子 後來做意見是 老爸就開始 三字經 再五字經 蓋到我們這裡 房子 房子 房子都不回來了 不然當時回來了 東西回來了 還要不要買我們 就開始一直念了 就有時候 你知道老人家 你為什麼要念七八十年 你來不閒喔 結果又做口角 吵起來了 最後兩個就不講話 可是常常會有個現場 就去你有兩個不講話 真的會這樣子 甚至於我看過那個時候 差不多三十歲到四十歲 年輕夫妻 夫妻 應該這個很甜蜜的 很甜蜜的階段 結果發覺 他看過 他跟我聊天 聊天的時候 在咖啡廳聊天 我說我不知道我先生這樣子 我說怎麼樣子 我不知道他的生活習慣這麼差 我說你們結婚了什麼 他說 因為第一次出來玩 兩個人五天 二十四小時綁在一起 才知道說 他一些上廁所習慣不好 上廁所 大家都上班太誇張 還有一個介紹說 我上廁所出來都不洗手 還拿著東西直接來問 要不要吃 他在發覺會這樣子 家裡根本就看不到 也忙 也不注意 發覺到五天下來以後 他就 我先生的習慣很差耶 我說你不要講這樣子 搞不好你先生也發覺 你的習慣不太好 他只是先生沒有講出來 沒講而已 這個都瘋型都會 都會有一點小小的體驗說 我沒有跟他一次綁五天 二十四小時綁在一起 是什麼狀況 我覺得這個我有感觸 因為之前我們全家裡有 我爸媽有一起去那個四國 然後因為我爸本來在家裡 他就是很規律在生活 然後沒想到出國更嚴重 就是因為到國外 我媽很活潑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去一個 好像倒後溫泉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小孩三個 然後我們就在跟我媽講說 到洗完澡之後 那我們要去那個溫泉街去逛 然後看能不能去泡 它那個傳統的溫泉 那我就問我媽跟我爸說 你們要不要一起去 我媽當然興致勃勃 因為我媽很愛玩 他就說好 我跟你們去 然後我爸就在泡麵這樣 不要 別去 不要去 他說在溫泉飯店 那個在這裡跑就好 我媽說不要 下面溫泉街很好玩 然後我爸說別去 然後我後來我就想說 我媽媽 我媽就說要 結果後來我們就安頓好之後 要下去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 所以爸爸把他留著 然後我問我媽 我就打電話 然後我媽接 我媽說 我跟我媽說 要出發了 我媽說沒有了 沒有了 我不要去 我們在這裡睡就好 我說你剛剛不是說要去 然後他說沒有了 沒有了 不要去 然後後來就被我爸牽制住 因為你知道男生就是 什麼叫男生就是什麼 就是大男 就是像你剛剛講很純 打完 我爸爸 就是很規律這樣子 他覺得說已經七八點了 就可能要在飯店了 然後要休息了 就不要再跑下去了 那沒有關係 你媽媽跟著你去 爸爸在你拍一些休息啊 對 是不是我也這樣覺得 可是沒有 就像小帆哥講的 他爸爸也會打電話 關了很多耶 我們帶他去 吃完飯 帶他去吃娃娃 就去玩 他媽媽也玩好高興 他帶我媽媽去吃娃娃 他爸爸又打電話說 你今天不是 該睡覺的時間了嗎 對 我爸是在台灣 然後打電話 那時候才好像九點多嘛 然後他問我說 依琳 妳現在你們在哪裡 在飯店休息 他說沒有啊 我帶媽媽出來吃娃娃 小帆哥說帶你出來吃娃娃 我媽夾得多開心啊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那夾娃娃 我爸說吃什麼娃娃 你不是要睡嗎 然後我就趕快把手機 送給我媽 然後我媽還跟他講說 出來玩 沒有階段啦 再見 然後就對了 然後我們又說 等一下再帶回去 出來玩沒事假的 這一句話講得不錯啊 我媽就這樣子跟我爸講耶 然後我就 因為出國是一個心情的轉換 這個最重要 你家裡覺得什麼事 都會要放在旁邊對不對 是管很多對不對 是男生是不要管太多 小胖以後帶團出國 就帶著離婚協議書 好 那張老師是 曾經帶過團去北海道玩 對 你以前是導遊嘛 對 沒有錯 我先講我自己家族 旅遊的小小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前岳父很疼我的女兒 那他懂日文還好 那我們之前就時常去日本旅遊 可是小孩子 小孩子五六歲的時候 比較不喜歡走路嘛 那外公就疼他就抱他 那日本有手扶梯 手扶梯 手扶梯在快要接近 接近結束的時候 那個前岳父就跌倒了 兩個人就在那邊疊受傷了 受傷了 各位在日本受傷不是開玩笑的 即使一個感冒或小手術 可能都要台幣十萬左右 上下 醫藥費很貴 醫藥費很貴 因為你沒有他們的那個保險 那錢是照花 但是告訴你說老人家有時候力不足 心有餘力不足 有時候自己都照顧不了自己 也完全是好意 愛外孫 那這是一個故事 那另外我以前帶團的時候 經驗還算小有豐富 可是遇到的狀況還是有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人家出國了以後 你要做萬全的準備 其中有一個是準備得很齊全 但是讓我很驚訝 就是他們一家四口 到了北海道之後 都一言不語 然後互相對看 大家不講話 對 就是一對老夫婦 跟一對年輕的夫婦 都不講話 然後就推了輪椅 那個做輪椅 那個老先生戴一個帽子 然後他覺得氣氛很凝重 當然為了他服務他是特別 因為他特別需要我們服務 那個是我們的功課 怎麼樣讓他處理他的輪椅 怎麼樣上下車 都是特 都要特別 當他做特別的安排 這都其次 讓他玩得都很不開心 不是不開心 玩得很憂鬱 很消虑 後來我就忍不住了 已經第二天忍不住了 快到第三天了 你就問了 說什麼 吃不好 還是住不好 還是我臉色不好 還是我們服務不好 我們會馬上做改進 因為有油業客數 是很大的一個危機有沒有 自己要小心謹慎 後來發現是 這個爸爸離癌症已經癌末了 聽說他能夠再活的時間 他們說沒有超過兩個月 所以孝順的小孩 我們特別尊敬 特別疼惜 也幫他特別服務 那也盡量講點笑話給他聽 然後講一些陽光的 講一些正面的 然後有時候在車上 會放點佛金 讓他紓壓一下 滋壓 放佛金 我時常戴佛金 我去旅遊 然後有一個癌症的病人 你放佛金 客人跟我團五天醒來 他發現 我們去哪裡去旅遊都不知道 因為每天發給人聽 這個保平安 保平安 偶爾聽一下 不能聽 每天聽明明之音 太亢奮了 阿彌陌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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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 我選的很優雅的 很優雅 OK 這是我的經驗 那你帶那個團 那其他的人 如果玩得很高興呢 大家 剛剛其實覺得怪怪的 後來瞭解這個狀況之後 也全力來 來幫忙 配合 速度啦 好 自己來推輪椅了 因為我推他沒有關係 那別人怎麼幫忙推 要帶 有時候要付錢 有時候要去餐廳 要做一個買票 那出國這樣子團 這帶輪椅會不會很麻煩 非常的辛苦 上次還更慘的是 有一個客人是 輪椅在台灣託運 後來到了日本機場 既然沒有託運到 那到了機場 我們等一等 等不到的情況下 你不可能買一個到處跑 臨時也買不到 所以每天都負責找輪椅 到這個景點找輪椅 到這個景點找輪椅 就是要做 如果你提早準備什麼關係 臨時發生這個狀況 輪椅很辛苦 有的地方甚至大家還幫忙 輪椅不要買BMW的 不是 那個也是遇到過 輪椅沒有送上車的一個危機 其實那在 如果你下機場 應該就有輪椅了不是嗎 機場它本身臨時的可以 但是你必須要準備一個 自己的行程要帶的 四倍的 通常有兩種模式 一個就像張老師說的 自己帶過去拖運過去 還想說請當地的 公司去幫你租借 一天多少錢 那其實那租借倫益很便宜 其實你要事先講的話 大部分都可以做 就由巴士公司幫你租 巴士公司租 你車在車走嘛 所以說他一天好像大概在 兩百塊日幣而已 很便宜 那椅里做的跟你做的 輪椅收費會一樣嗎 一樣 其實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說講的時候 輪椅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還可以走 但是他不能久走 不能走太久 他說他必須有輪椅 他去說 那你從巴士公司去借 有時候甚至說 一天兩百塊 一天兩百塊就有了 台幣大概兩百塊就有 然後你會發覺說 很好很方便 但有時候都因為我們不知道 如果自己帶 還要怎麼辦 你就剛剛說 那個樓梯有沒有 我們遊覽車的 氣壓式樓梯 還可以爬 你知道老人家一點 你必須降低 他假如說沒有辦法降低的話 我跟你講 你知道後面一定要有人幫他推 不然他真的踩不上去 而且手沒力 想問我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請問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